Hello大家好,我是溜溜 今天视频的主题就是来给大家说一说 我回国之后都比较喜欢逛的淘宝店 我知道现在很多女生的衣服 很多时候都是一次性的 比如说她在朋友圈 PO过了这张衣服的照片 可能这件衣服就不会再出现第二次了 所以针对于喜欢每次出去玩拍照 都是不同衣服的女生来说呢 我觉得淘宝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选择 因为淘宝上真的是能淘到很多 又便宜又好看 款式又比较时髦 比较潮流的衣服 但我想说一下 就是在追求时髦跟潮流的同时 不能太过于铺张浪费 不节制的买各种各样的衣服 在追求每天穿不同款式衣服的同时呢 也可以适当的 就是攒一些钱 然后去买几件比较高品质的服装 因为有很多非常时髦的款式 其实真的你不会穿太久 说不定第二年再去看它就会过时 那我们废话不多说 现在开始吧 我会把淘宝店铺的截图放在我的右手边 第一家要说的呢叫做Axens Studio 然后他们家的服装呢 就是属于衣服比较港风 不是特别夸张 而且他们家大部分衣服都是在100到300这个区间 所以算是性价比比较高的 但是他们家价格也不是说那种特别稳定的 就是也会有一些稍微贵一些的款式 有的衣服是属于性价比非常高的 有的性价比有一般 所以还是需要大家去挑一下 然后整体质量呢属于中等偏上 我觉得他们家的风格就是适合那种非常酷的女生 因为有的时候他们家会出一些很中性款的 像西装啊或者是西裤啊这种款式的衣服 我之前有入过他们家一条连衣裙 还有一件T恤 我觉得那个连衣裙真的质量还不错 然后也很对得起它的价格 但那个T恤就稍微有一点点偏贵 我感觉他们家的款式呢还是挺耐看的 就不会说你明年再看就过时 还是属于经典当中又带一点点时髦的那种款式 第二家店铺呢KC Studio 老板好像叫大兴 大家可以去搜一下他的微博 我是真的很吃他的眼就长得太美了 其实很多淘宝店店都长得非常好看 然后他们家的衣服呢就是属于比较平价一些 但是呢我是只会在他们家买一些基础款 不知道你们之前有没有看过微博 有一条就是那种灰色的 有点像睡裤一样的那种宽松的长裤 我之前有穿过那条裤子拍照片 那裤子就是在他们家买的 真的超级超级舒服 而且才一百多吧 然后那个裤子真的就是询问度非常高 我身边很多朋友都跟着买的那条裤子 其实我当时也是因为我身边一个朋友 穿着那条裤子来我们家玩 然后我当时看到之后我就觉得就是我 绝对每天都会穿的那种裤子 因为它真的太舒服了 是那种松紧腰 然后整个裤子的材质呢也是那种比较 凉爽很适合夏天穿的那种材质 非常舒服和贴身 他们家呢我是不太会去买那些非常夸张 或者是稍微时髦一些的款式 因为可能就是它有时候会出一些大牌的打板 那些大牌打板可能做的就没有大牌那么精致 毕竟价格摆在那了 所以我只会买他们家一些看起来比较基础的款式 真的就是质量又好 然后穿着又舒服 价格又便宜 性价比又高 接下来要说一家店叫做豆氏飞飞 然后这家店的老板呢也是会去买一些比较小众的牌子去做打板 然后整体风格呢也是比较酷一些 有一点点偏暗黑风 就他们家出黑色的衣服出的还是比较多一些的 就整个款式都是属于非常有个性的 很适合时髦精女生 但是他们家的风格呢不是那种非常难驾驭的 我觉得只要你身材比较好 都可以驾驭他们家的款式 那整体价格其实是会稍微偏贵一些 但质量还是不错的 所以比较起他们家的质量来说性价比还是OK的 我觉得他们家比起大新家就是仿这种品牌的来说的话呢 就是仿的质量啊和版型啊都算是很过关的 我感觉应该是老板自己去盯整个就是生产线什么的 所以质量上面真的还挺OK 这家店呢叫做PFF琴珍珍 他们家呢就是属于质量很好 然后价格也是跟豆豉菲菲差不多就是会比较偏贵一些 但我觉得他们家质量比豆豉菲菲还要好 然后整体的这个衣服风格也是属于比较偏个性化的 有时候老板也是会买一些特别特别小众的款式去打扮 我觉得他们家的款式就是属于走在街上又亮眼 然后又不会撞衫 但是呢又不会太夸张的款式 他们家有很多衣服就是你看图片觉得一般般 但满回来之后觉得哇还不错 尤其是上升之后会觉得版型啊什么的都还挺好的 其实我觉得有很多的小众品牌价格非常非常贵的情况下 然后款式又很时髦的这种 有很多女生可能预算有限就会去这种店里面买他们的打扮 甚至你都不知道它可能是一个品牌的打扮 所以我觉得这种店铺呢就比较适合预算很有限 然后又很想赶时髦的女生 接下来这家店呢应该是一个独立设计师的品牌 都是设计师设计出来的独家的款式 然后这个牌子叫做Tini in Studio 他们家整个风格呢也是属于比较酷酷的风格 我在淘宝上其实是还挺喜欢买这种比较偏酷一些风格的店铺 他们家真的就是非常非常有设计感 就连他们家的模特都是属于那种很有个性的 然后他们家经常会出一些比较长的泡泡秀的连衣裙啊 或者是稍微夸张一些的风格 我觉得整个价位呢都是比较适中的 如果喜欢独立小众设计师淘宝品牌的话 就可以去逛一下这个店铺 然后这一家店铺呢我实在不知道他们家店铺名字该怎么念 然后这家店铺也是我非常非常喜欢逛的一家 就是独立设计师品牌店铺 他们家整个风格呢是会结合一些中式的元素 比如说什么旗袍呀 就是这种很中国风的元素在设计里面 我之前买过他们家两件衣服 一件是那种就是有点像中山寇中山里的那种小T恤 然后还有一件打底衫 我都非常非常喜欢 而且每次穿出去别人都会问是在哪里买的 他们家就真的很适合非常有个性的女生去驾驭 但是穿他们家衣服一定要瘦 就是瘦就是你必须要瘦才能穿出那种感觉来 现在淘宝上真的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国内独立设计师 在淘宝上开店铺 大家可以去挖掘一下非常好的独立设计师品牌 支持一下国产 接着这家店叫做Jaja in the Moment 他们家就是属于比较偏性冷淡风一些 非常极简风的那种服装风格 就我觉得他们家款是属于那种 今年明年后年每一年穿都不会过时的那种款式 真的属于非常简单非常百搭 但是呢可能就没那么亮眼 比较适合日常通勤去穿的那种服装会多一些 我觉得Jaja家的衣服质量还是非常棒的 我之前有买过几件做工啊什么的都挺好的 就像这种类型风格的店铺在淘宝上挺多的 非常适合每天上班的office lady 这家店叫做Hour Hour 整体风格其实是跟我之前说的那个 就是那个中式风的那个牌子稍微有一点点像 但是它没有那么中国风 然后整个设计呢也是比较有个性的 他们家也是会出很多黑色的单品 我觉得买黑色衣服有一个好处就是 不管它款式再夸张都因为它是黑色 变得不那么容易过时 所以一般我去买一些黑色的衣服的时候呢 反而会喜欢挑一些比较夸张的款式 这家店呢叫长存 我真的是因为店主长得太美了 所以刚刷到这家店就立刻关注 然后他们家的衣服呢也属于性价比比较高的 之前我买过一件西装 还有一条连衣裙质量都不错 整个风格呢是比较偏淑女 比较鲜一些的 他们家会出很多比如说碎花连衣裙啊 或者是那种纯白的连衣裙啊 就是很有女人味儿 然后款式呢都不会太夸张 还是属于比较耐看的那种款式 但是他们家现在好像还比较难抢 还有一点就是发货时间有点不太确定 就它不太会标注这个衣服它需要多长时间才发货 所以你可能买了之后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收到衣服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 就是平时生活中呢上班的时候 就会穿那种非常非常简单的牛仔裤T恤 然后我一般呢就是会在这家店 然后逛这种非常基础的款式 荒荒家它整个的店的风格都是属于那种很普通 然后很街头非常百搭 非常韩版的风格 我不太会在他们家买那种稍微有一点点设计感的衣服 我只会去看他们家的基础款 比如说那种最基础什么都没有的T恤 或者是什么都没有的那种短裤运动裤 我知道他们家是因为当时有一个朋友穿了一件白色的长袖T 真的非常普通的一件T恤 但是你们知道有的时候这种越普通的款式 你就越难挑到自己非常满意的 然后当时我看到他那件T恤之后 我就立刻要了地址 好像才59块钱一件 买完之后我身边很多朋友看到我穿那件白T都去下单了 就是在荒荒家买的 所以如果你们要是想去看这种非常基础的基础款的话呢 就可以去他们家逛一逛 而且真的太便宜了 就是几十块钱一百块钱左右就可以买一件T恤 或者是一条长裤 最后一家就是Mona家 Mona是属于我经常会去看他们直播的一家店铺 他们家真的是我收藏的店铺当中性价比非常高的一家 就是一百多两百左右 你就可以买一件质量和款式都很好的衣服 但是他们家整个风格呢 确实是有点略夸张 就可能不太适合平时穿衣服很低调的女生 如果你平时穿衣服很追求时髦 追求精致和复古的话呢 可以去逛一下Mona家 我觉得Mona家的衣服真的每一件都很有记忆点 但就是那种记忆点 可能会让你在朋友圈发过这件衣服的照片之后 就不太想要再穿第二次 但因为他们家的价格也是属于很便宜的 所以我有时候买起来也不会很心疼 就穿个款式嘛 就有的时候穿完之后可能第二年也不想穿了 我觉得可能也不会特别心疼 然后Mona家就是属于每次看他们家直播 我都会种草很多件 然后购物车加加加加一直加满 以上这些呢 就是我最近比较喜欢逛和推荐给大家的淘宝店 希望你们能喜欢今天的视频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